为什么二胡深受国人喜爱? 一、音言 二胡是中国传统音乐中的代表性乐器之一 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拉弦乐器之一 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独特的音乐风格和表现力 以及在中国社会生活中的广泛应用 使得二胡在国内深受人们的喜爱和推崇 然而,为什么二胡能够深受国人喜爱? 这个问题并不简单 需要从二胡的历史与文化背景 音乐特点、艺术价值和社会影响等多个角度来探讨 本文将从这些方面进行剖析 希望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二胡在国内受欢迎的原因 二、二胡的历史与文化背景 一、二胡的起源和发展历程 二胡是中国传统音乐中的拉弦乐器之一 据考证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唐朝 二胡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胡琴 这是指西域地区的一种拉弦乐器 当时由于与中国的文化交流而传入中国 在中国 胡琴被改良并发展成了二胡 据史书记载 二胡最早出现在南北朝时期 当时被称为胡征 到了唐朝 二胡在中国的中原地区开始流传 在宋代时期 二胡的结构和演奏技巧得到了改进 成为一种独立的乐器 得到了更广泛的应用 明清时期 二胡开始作为戏曲 曲艺等演出中的伴奏乐器 成为了中国民间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时间的推移 二胡在演奏技巧 音乐风格 演奏方式等方面得到了不断的发展和创新 二十世纪初期 一些音乐家开始对二胡进行改进和改良 如增加了琴弓的长度和弓感的粗细 使得演奏时可以产生更加细腻的音乐效果 此外 一些音乐家还尝试将二胡与西方乐器相结合 创造出了一些新的音乐形式 如二胡协奏曲等 二胡在现代音乐中也有了新的应用 如在电影音乐 流行音乐 世界音乐等方面的表现 至今 二胡作为中国传统音乐中最具代表性的乐器之一 已经成为了国际性的文化使者 二 二胡在中国传统音乐中的地位 二胡是中国传统音乐中最具代表性的乐器之一 也是中国民族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胡以其独特的音色和表现力 在中国音乐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 成为了中国音乐的代表之一 在中国传统音乐中 二胡被广泛的应用于戏曲 曲艺 民间音乐 宗教音乐等方面 例如在京剧 昆曲 平剧 语剧等中国传统戏曲中 二胡常常被用作伴奏乐器 起音色温婉悠扬 能够很好地营造出戏曲的情境和气氛 在中国传统曲艺中 二胡也是常见的伴奏乐器 如相声 评书 评书 快班等 其音色活泼欢快 可以很好地配合曲艺表演者的节奏和情感表达 在民间音乐中 二胡也是重要的演奏乐器之一 如江南思竹 山东大谷等传统民间音乐中都有二胡的身影 此外 在中国的宗教音乐中 如佛教音乐 导教音乐等 二胡也常常被用作演奏乐器 其音色清亮悠扬 能够很好地表现出宗教音乐的神秘感和庄严感 可以说 二胡在中国传统音乐中的地位是不可替代的 其独特的音色和表现力 不仅体现了中国传统音乐的魅力 同时也展现了中国音乐文化的独特性和丰富性 三 二胡在中国文化中的象征意义 二胡在中国文化中 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 代表着中国文化的传承 创新和民族自信心 首先 二胡作为中国传统音乐的代表之一 体现了中国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二胡源于西域的胡琴 通过中国音乐家的改进和发展 成为了中国民族音乐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胡在不断的演变中 保留了其独特的音色和表现力 成为了中国音乐文化中的重要符号 其次二胡也代表了中国文化的创新精神 在20世纪初期 一些音乐家开始对二胡进行改进和改良 如增加了琴弓的长度和功感的粗细 使得演奏时可以产生更加细腻的音乐效果 此外 一些音乐家还尝试将二胡与西方乐器相结合 创造出了一些新的音乐形式 如二胡协奏曲等 这种创新精神不仅体现了中国音乐文化的活力和发展 同时也展现了中国文化的开放和包容 最后二胡还代表了中国民族的自信心 二胡作为中国传统音乐的代表之一 在国际舞台上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赞誉 例如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 《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 中国二胡被列为其中的代表性作品之一 这种国际上的认可 体现了中国文化的自信心和自豪感 三 二胡的音乐特点 一 二胡的结构和演奏方式 二胡是一种由保木板和蛇皮制成的弓弦乐器 具有两根琴弦 下面来介绍一下二胡的结构和演奏方式 二胡的结构分为三部分 头 肾 尾 头部是由两个扁圆形的琴弦组成 琴弦从轮轴固定 身体是由一个主琴箱和一个次琴箱组成 主箱是长方形 次箱是弧形 两个箱子之间有一个腰连接 尾部是由两个弯曲的支架组成 使二胡能够垂直放置在地面上 演奏方式上 二胡的演奏方式是左手按弦 右手拉弓 琴弦与琴伦接触产生音响 二胡音色柔和婉转 能够表现出中国传统音乐中特有的情感和情调 演奏时 二胡演奏者通过掌握不同的功法和技巧 能够产生不同的音效 如颤音 华语 联弓和敲击等 使得演奏更加富有表现力和情感 除此之外 演奏二胡还需要注意正确的姿势和呼吸方式 二胡演奏者需要保持身体的放松 手腕和手臂的力度要适中 不要过于用力 同时 二胡演奏者在演奏时需要注意掌握呼吸节奏 使得演奏更加自然和流畅 综上所述 二胡是一种具有独特结构和演奏方式的乐器 演奏二胡需要掌握正确的姿势和呼吸方式 同时还需要掌握不同的功法和技巧 才能够演奏出优美 婉转的音乐 二 二胡的音色和音调 二胡的音色柔和婉转 被称为江南私主的代表之一 它的音色特点是温暖 柔和 含蓄 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 二胡音色丰富 可以演奏出不同的情感和情调 一般来说 它可以演奏出一下几种音色 高亢 刚净的音色 这种音色适合表现激烈 雄壮的情感 如英雄豪迈 激昂慷慨的曲目 柔和 细腻的音色 这种音色适合表现细腻 含蓄的情感 如爱情 思乡 思亲等主题的曲目 轻快 欢乐的音色 这种音色适合表现欢快 轻松 愉悦的情感 如庆祝节日 欢聚一堂等场合的曲目 二胡的音调范围广泛 可以演奏出高音和低音的音调 但它的音域相对较窄 约为三个八度 它的基本音高为G调 也有其他调势 如微调 低调等 因此演奏者需要根据曲目的需要 调整二胡的音调 使得音乐更加和谐 自然 总的来说 二胡音色的特点和音调的范围使得它成为中国传统音乐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乐器 三 二胡的音乐风格和表现力 二胡作为一种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乐器 拥有多种音乐风格和表现力 从演奏技巧和曲目题材来看 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独奏风格 二胡独奏是一种纯粹的演奏形式 它能够将二胡独特的音色和技巧充分展现出来 在独奏中 演奏者可以通过各种技巧来表现出不同的情感和意境 如飞扬跌宕 细腻婉转 欢快轻松等 合作风格 在二胡合作中 演奏者需要通过协同配合来展现出音乐的韵律和和谐 二胡常常和其他乐器组合在一起 如雨琵琶 鼓针 笔子 打击乐等组合 形成多样化的音乐风格 曲目题材 二胡的曲目题材非常丰富多样 既有表现人生哲理和情感的曲目 如二拳应乐 高山流水 石面埋伏等 也有表现传统文化和民族情怀的曲目 如赛马 战马奔腾 祖国颂等 表现力 二胡的演奏技巧非常丰富 演奏者可以通过浮现 颤音 华音 和弦等技巧来表现出不同的音乐情感 同时 演奏者的演奏风格 速度和力度等也会影响二胡的表现力 从而使音乐更加丰富多彩 所以说 二胡的音乐风格和表现力非常丰富 它能够表现出各种情感和意境 成为中国传统音乐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 二胡的艺术价值 一 二胡的表演艺术和演奏技巧 二胡作为一种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乐器 在表演艺术和演奏技巧方面 有其独特的特点和风格 功法技巧 二胡演奏中 功法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它对于演奏的音质 音色 音量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影响 功法主要包括慢弓 快弓 顶弓 搓弓 滑弓等多种技巧 演奏者可以通过不同的功法技巧 来表现出不同的音乐情感 左手技巧 二胡演奏中 左手需要使用指法 换把等技巧来实现音高的变化和弦的演奏 指法主要包括 按扣 挑 滑 按弦等技巧 换把则是通过移动左手的位置来实现音高的变化 音乐表现力 二胡演奏 强调音乐表现力 演奏者需要在技巧的基础上 通过情感的表达和音乐性的塑造来表现出音乐的情感和内涵 演奏者可以通过加强力度 变换速度 运用不同的功法和左手技巧等方式来实现音乐表现力的提升 舞台表演 二胡在表演艺术上也有独特的风格 演奏者可以通过舞台表演的形式来增强音乐的表现力 例如演奏者可以配合着音乐做动作 舞蹈等使演奏更加生动有趣 也有利于更好的传达音乐的情感 二胡的表演艺术和演奏技巧非常丰富 演奏者需要掌握多种技巧和表现力 才能够演绎出高水平的二胡音乐作品 二 二胡的音乐作品和创作风格 二胡音乐作品丰富多彩 涵盖了许多不同的风格和类型 二胡作为一种具有浓厚民族特色的乐器 在音乐创作上也有其独特的风格和特点 传统二胡曲 传统二胡曲是指二胡在传统音乐中的作品 其中包括了二拳音乐 高山流水 梅花三弄等许多经典的作品 这些曲子通常具有悠扬动听的旋律 能够表现出深厚的情感和内涵 新创作品 除了传统二胡曲之外 现代的二胡音乐也在不断的创新和发展 现代的二胡音乐作品 通常融合了许多不同的音乐元素 包括了流行音乐 爵士音乐 电子音乐等多种风格 这些作品音乐性强 节奏感强 能够让听众在心上中感受到 前所未有的音乐魅力 独奏 协奏和合奏曲 二胡可以作为独奏乐器 协奏乐器以及合奏乐器 来演奏不同的音乐作品 独奏曲强调演奏者的个人表现力 而协奏曲和合奏曲 则注重不同乐器之间的协调和合作 形成更加丰富的音乐形式 总之 二胡音乐作品不仅包括传统的二胡曲 也涵盖了许多新的创作风格和形式 具有非常丰富的音乐魅力和表现力 三 二胡在现代音乐中的发展与创新 随着时代的发展 二胡在现代音乐中也不断的发展与创新 呈现出新的面貌和风貌 以下是二胡在现代音乐中的发展与创新的几个方面 融合流行音乐元素 二胡演奏不再局限于传统音乐 二胡艺术家们开始融合流行音乐元素 将二胡与现代流行音乐结合 创造出具有现代感的二胡音乐作品 如高胡演奏家陈歌新的一万个理由 二胡演奏家崔剑的《新长征度上的摇滚》等 二胡协奏曲和二胡交响乐 除了传统的二胡独作曲 现代作曲家也开始为二胡创作协奏曲和交响乐 这些作品将二胡与其他乐器进行协作和交响 使得二胡的音乐表现力得到更大的发挥 如二胡演奏家 麻有有与中国爱乐乐团合作的黄河协奏曲 利用电子音乐技术 二胡演奏家们开始利用电子音乐技术 将二胡的音色与电子音乐进行融合 这样的创新使得二胡音乐更加前卫 时尚 科技感十足 如张玄的这一切还是你的错 二胡的跨界合作 许多二胡演奏家也开始与其他领域的艺术家合作 如与舞者 歌手 摇滚乐队等合作 形成了非常具有创新性和特色的二胡表演形式 随着时代的发展 二胡在现代音乐中也不断的发展与创新 融合了流行音乐元素 电子音乐技术和跨界合作等新元素 使得二胡音乐在现代社会中不断的焕发新的活力和魅力 五 二胡的社会影响 一 二胡在民间文化和生活中的传承与发展 二胡作为中国传统音乐的代表乐器之一 深受广大民众喜爱 因而在民间文化和生活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承与发展 首先 在民间音乐中 二胡常常是不可或缺的乐器 在许多地方 二胡常常被用来伴奏唱歌 跳舞 演戏等表演活动 例如 一些民间乐队中 二胡通常是必不可少的一员 如著名的黄梅戏伴奏乐队 东北二人传乐队的 这些乐队不仅承载了地方传统文化的特色 也为二胡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舞台 其次 在民间艺术中 二胡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例如 在中国许多地方 民间艺术表演中 二胡演奏常常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 例如 秧歌 龙舞 诗舞 高桥等民间表演活动中 二胡常常被用来伴奏 为表演增添了更加生动活泼的气氛 最后 在日常生活中 二胡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例如 二胡常常被用作婚礼 书宴等场合的音乐演奏 为这些庆典活动增添了欢乐和喜庆的气氛 此外 二胡还被广泛的应用于音乐教育和文化普及活动中 促进了二胡音乐的传承和发展 二胡在民间文化和生活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承与发展 这些传承和发展 不仅丰富了中国传统音乐的内涵和外延 也为二胡在现代社会中继续发挥其重要的作用 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二 二胡在国际间的推广与传播 二胡是中国传统的弓弦乐器之一 自古以来便受到了广泛的喜爱与欣赏 近年来 随着中国文化的不断推广和传播 二胡也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和欣赏 一 演出与比赛 二胡演奏家在国际间的演出越来越多 例如在国际音乐比赛中取得了不少的好成绩 这些都为二胡的国际推广和传播 提供了重要的契机和平台 如2018年的柴克夫斯基国际音乐比赛 中国的二胡演奏家马可在演奏中获得了银奖 二 交流与教学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开始学习二胡 各种文化交流活动也为二胡在国际间的推广和传播提供了机会 中国也积极地推广中华文化和音乐 为外国学习者提供了二胡教学课程和教材 三 网络传播 网络也是二胡在国际间推广和传播的重要途径 通过网络视频平台和社交媒体 越来越多的人可以接触到二胡这种传统的中国乐器 了解其独特的音乐魅力 四 音乐结合展览 举办音乐结合展览是促进国际间文化交流和推广的另一种方式 越来越多的国家都开始举办与中国音乐文化相关的音乐结合展览活动 例如2019年的上海国际艺术节中 有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音乐家参与其中 其中就包括不少的二胡演奏家 因此 随着中国文化的全球推广和传播 二胡这一传统乐器 在国际间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也在逐步提升 通过各种途径的推广和传播 相信二胡这一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之一 会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欣赏和喜爱 三 二胡对国人文化认同和自豪感的影响 二胡作为中国传统乐器之一 长期以来在中国文化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二胡的音色优美 能够表达出深沉的情感和独特的文化内涵 因此在国内深受人们的喜爱和青睐 也成为了中国文化认同和自豪感的重要标志 一 历史传承 二胡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承 喜启元可以追溯到宋代 历代的二胡演奏家和志勤家 都为二胡的发展和传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这些传统和历史也是中国文化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 文化符号 二胡作为中国传统乐器的代表之一 已经成为了中国文化的符号之一 无论是在文艺作品中的使用 还是在各种庆祝活动和场合中的演奏 二胡都能够代表中国文化的特色和独特魅力 让国人感到自豪和认同 三 文化传承 二胡也是中国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之一 许多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学习二胡 这也是为了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和价值观 通过学习和演奏二胡 国人们能够更加深刻的认识和体验 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和精髓 综上所述 二胡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元素之一 其对于国人的文化认同和自豪感具有重要影响 二胡的音乐和文化内涵 能够让国人感受到自己的文化独特性和价值 也能够帮助传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六 结论 一 二胡深受国人喜爱的原因 永久的历史和文化传承 二胡有着永久的历史和文化传承 齐齐员可以追溯到宋代 历代的二胡演奏家和至秦家 都为二胡的发展和传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独特的音色和表现力 二胡的音色优美 完转能够表达出深沉的情感和独特的文化内涵 能够带给人们独特的音乐体验 作为文化符号的象征 二胡作为中国传统乐器的代表之一 已经成为了中国文化的符号之一 在文艺作品和各种场合中的演奏 代表了中国文化的特色和独特魅力 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和精髓 学习和演奏二胡不仅能够提高音乐修养 更能够深入认识和体验 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和精髓 有利于传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具有亲和力和艺术性 二胡音乐具有亲和力 能够触动人性 而且演奏二胡也需要技巧和艺术性 因此吸引了众多的爱好者和专业演奏家 因此二胡深受国人喜爱的原因 主要包括其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承 独特的音色和表现力 作为文化符号的象征 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和精髓 以及具有亲和力和艺术性 二 展望二胡在未来的发展和前景 传统与现代的融合 在二胡的演奏和制作中 传统和现代的元素 都在不断的融合 未来随着科技的发展和音乐文化的多元化 二胡也会更好地融入现代音乐和文化中 国际化的发展 二胡在国际间的传播和推广 也越来越受到关注 未来随着国际交流的加强和全球化的趋势 二胡有望在更广泛的国际舞台上展示中国文化的魅力 青少年的参与和传承 随着国家对传统文化的重视 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开始学习和演奏二胡 未来 这些年轻人将成为二胡传承的重要力量 有望推动二胡文化的发展和传承 跨界合作与创新 二胡不仅能够在传统领域得到发展 也可以与其他领域进行跨界合作和创新 未来 二胡可以与其他音乐类型 舞蹈 戏曲等领域进行创意融合 创作出更具创新性和时代感的作品 综上所述 二胡在未来的发展和前景非常广阔 随着科技的发展和文化多元化的趋势 二胡有望在传统与现代 国内与国际 青少年与创新等多个方面 实现更好的发展和传承 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和推广 做出更大的贡献